我叫潘財本 加入新福利 汽車 巴士公司 當車獎 現在相隔有25年 本哥在工作上跟同事的關係很融洽 大家有說有笑 很榮幸可以跟潘財本車獎作為同事 每次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都是本哥是第一個站出來幫我們 每次我們在工作過程中搞不定的事 本哥從不計較 而且第一個站出來說 我有這個建議可以怎樣做 把這件事同心協力去做好一件事的態度 每次幫我們解決問題 所以有本哥這個同事在旁邊 我們做事都是非常安心和開心的 他是一位機動車長 需要駕駛很多不同的路線 這份工作最需要的就是時刻洞察路面 將乘客的安全放在首要的位置 車內亦都萬目一失 只要有需要他的地方 他都會盡具的可能 為乘客安全 亦為自己的安全 這份責任 這份使命 是他持續精進駕駛技術的動力 彩哥入行25年 見證公司的發展 自己亦都不斷進步 身邊的人對他的工作 更加是一份肯定 潘材本是新福利巴士公司的一位車長 他已經入職了公司25年了 25年來他一直都是為公司薪勤付出 有需要的時候 做一些比較硬的 正所謂我們所說的豬骨頭的耕位 譬如說哪一個站客多 他就會安排他去哪一個站 要接載這個乘客 多年來 都是劃得公司的董事局長 或者優質服務長 多過的獎項 他是一位好的車長 來的